北京时间12月26日晚 中超争冠组第19轮迎来一场焦点战 山东泰山对阵河北队 上半场第20分钟 费兰尼帮助山东泰山打破场上僵局 打开胜利大门 中超冠军也在招手 目前积分榜上 山东泰山领先优势巨大 积45分排名第一 距离夺冠近在咫尺 本轮对阵河北队 山东泰山只要取胜 即可提前三轮加冕中超冠军 一旦不胜河北队 山东泰山也有希望提前夺冠 需要寄望广州队和上海海港同时不胜 自2016年以来 两队有过十二四交手 山东泰山取得八胜三平一副 最近一次碰面是今年12月13日 山东泰山5比0狂胜河北队 首发方面 山东泰山调整外援阵容 规划球员德尔加多顶替莫伊赛斯 费莱尼贾德松孙准浩继续出战 同时郭田宇 金静道 徐兴等本土国脚继续首发 开场之后 山东泰山牢牢控制比赛局面 进行半场攻防演练 第五分钟 金静道右路传中 郭田宇门前抽射打偏 第十四分钟 金静道都传后点 队友没有跟上 第十六分钟 孙准浩左路传中 费莱尼门前电射稍稍高出球门 错失良机 第二十分钟 山东泰山九宫之下终于破门 徐兴分到禁区 金静道插入禁区横敲到门前 河北队门将一扑还在禁区 费莱尼打空门得手 帮助山东泰山一至零打破僵局 这个进球 是费莱尼本赛季在中超第十球 追平队友郭田宇 并列排在中超射手榜第三位 山东泰山打破僵局之后 打开胜利大门 同时中超冠军也在招手 本场比赛 山东泰山只要取胜 即可提前三轮夺冠 考虑到河北队派出二队阵容 山东泰山稳拿三分